好 開始了 我們的題目是 副金屬捷運燈與LED 在不是照度比較 燈火月一般就是長燕捷運燈的老鼠 但台灣的燈火月有很多動物 它是台灣重要的漁業之一 這次各項工作油耗百分比 除了傳播動力以外 照明根據漁業占38發市區中最大的 這是台日集魚燈的研究方向 為了達到前面子的效果而感動LED燈具 台灣燈火漁業的初步試驗全國號 有量約為傳統燈具的十五點七 問題 為什麼大多數的進海燈焰燈 使用副金屬集魚燈 然後研究目的對相同量度之 副金屬集魚燈與LED燈 是照度進行比較 我們的實驗過程 我們的實驗過程是在地上 是分別為四個人六個側解高度五段 這是我們的副金屬集魚燈 LED燈照度計 這是副金屬作業的過程 這是LED燈作業的過程 結論 除了解高於LED集魚燈 隨著相對照度補加結果 除了在從西米原型處的側點外 不清楚集魚燈在其他照度的初始照度 均較LED為高 隨水平範圍的擴大LED燈 高度的摔緊越加明顯 三、副金屬集魚燈的光線衰減現 向水水平範圍的擴大 不漸減緩 第四、LED集魚燈的光線衰減率 以原型處最大 準確的照度比較 那就是在副金屬LED集魚燈在高度0.5公尺處 那我們可以看到LED在50公尺以內 去高原副金屬集魚燈 然後在1.0公尺處的趨勢圖 這是在高度1.5的趨勢圖 這個是在高度2.0的趨勢圖 所以在高度2.0的趨勢圖 我們可以看到 副金屬集魚燈較平衡 和LED燈逐漸成下滑 水平向的照度比較的結果 在副金屬集魚燈的水平照度方面 各高度的最大照度 並非以人心處置側底最大 而是水高度的身高 而在水平面上移動 這是我們水平向的趨勢圖 水平向的照度比較結構 第二 在LED級魚燈的水平照度方面 各高峰的最大照度 均以人心處置側底最大 且隨人心半徑的擴大而下降 這是水平向的趨勢圖 然後根據下錶 我們可以得知 LED級魚燈在水平向的正下方 半徑150公分以內 最大照度均高於副金屬集魚燈 結論 單一副金屬集魚燈在水平的穿透度 不論是水平向或水平向的穿透 均優於LED燈 為高度越高 或水平均有越大 等等的差異越來越小 第二 在最大的照度方面 單一LED級魚燈 雖遠高於單一副金屬根 但只限於單一副金屬根 單一副金屬根 但只限於單一副金屬根 但只限於單一副金屬根 單一副金屬集魚燈的水平向 單一副金屬集魚燈的最大照度 則不見高於單一LED級魚燈 要未來研究重點 單一級魚燈的水平向照度實驗 第二 副金屬部數級魚燈的水平向照度實驗 第三 副金屬根與LED燈排列 然後其水面上下的照度實驗 報告結束